老師呢 手上拿到的這個智慧子彈套件啊 大概第一個 你現在看到外盒是這樣這樣 對不對 這樣智慧子彈 打開之後 上面應該有這些東西 第一個 您看到這個紅色的 紅色的 紅色這個就是我們的土壤的濕度感測器 它只有土壤的濕度 第二個呢 下面它有一個應該是1K的電阻吧 好 就是電阻 有一個 不過這個我們是不會用到 那另外呢 您看到右手邊 除了三顆小的LT燈 有一顆圓圓的這個是蜂鳴器 好 蜂鳴器 另外呢 您可以看到它有附一個這個小小的螺絲起子 但是老實講這隻是超難用的齁 除非您的手非常的靈巧 不管這麼小隻 所以我是有帶大隻一點的 今天有帶大隻一點的老師等一下鎖會比較方便 因為這個要跟我們拿一個 後面另外盒子裡面有一個這個 這個叫計電器的 因為上面有螺絲 所以這個是要來鎖這邊的 要來鎖這邊的 這叫計電器 另外我們再往下看 你看這裡 還有一個兩個有沒有 這個東西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Smart開發板上面的光明電阻 您還記得我們開發板上右手邊 是不是有一個原件就是這個 只是它把它腳是不是剪短了 有沒有 這是右上角開發板 所以這個我們 除非說您要再接另外一顆啦 不然原則上 那個上面就有了 可以不用再接 好 不用再接齁 那另外呢 我們再往這邊 這一顆 這一顆看起來比較大對不對 這個其實我們也是我們開發板上面 左上角 左上角是不是有一個三色魅力燈 這個就是比較大顆的三色魅力燈 你了解 好 所以這兩個 再來您往左邊再看一下 有一個藍色的 藍色這個是溫度跟濕度的感測器 不過它那個腳真的有點細 好 比較細一點 所以其實我後來啦 我買 我後來就是買別的就是 它有連像這種 就是有把它做在這個電路板上面 做在電路板上 那它的腳就會跟那個這種腳一樣 比較粗 就是我後來有買的就是有開發板 有那個電路板 那這樣是比較不怕這個腳去弄斷掉 當然如果您覺得說這個其實也還好 因為一個二十幾塊嘛 但是我加一個電路板變五十幾塊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樣也還好 那用這個也不反對啦 只是說它預設角是比較細 所以相對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是不會用到 但是我們最後一次就是六月份那一次的 智慧家庭的那個部分 會有用到溫度濕度的 這個就是先放這裡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 剛剛這幾個看過了之後 您把那個板子再拿過來 來 裡面我們有一個水管 因為今天要抽水 所以這個有一個水管 那這個水管就搭配裡面那個白白的 這就是沉水馬達 嘿 因為指摘是不要抽水嘛 不過說真的這個是真的是沉水馬達 所以等一下是真的丟到水裡面去的 真的 但是我也必須承認就是這個 你如果要撐很久 可能是真的沒辦法 就是說一般像我們在外面有的地下 是不是也有那種叫沉水馬達嘛 那種的當然就要用比較久 可是這一種的就是比較像玩具 所以說你如果說我真正在用的時候 你要就是比如說用很長一段時間 可能也許會壞掉 這是有可能的 那但是我們上課使用是都還OK 這是這個 那再來它有一個LED點舉 這個我們上次有用過的 然後一個麵包板 還有一樣杜邦餡公公跟公母各十條 這樣OK嗎 所以你可以先檢查一下 看看你裡面的這個 拆開來的套件有沒有有缺的 看看都不OK 大致上就是這些 那裡面很抱歉沒有開發板 所以我剛剛有講的老師要自己帶來